我開麵前都不禁 一直瞅著小公主 什麼 我一直在看 他以前的嘴 怎麼這麼紅 他沒什麼 不是的 是不是 他以前的嘴沒得來這麼紅 我記得 應該沒有 你看看 你是不是太久沒見我 不是啊 不是一個月 早幾個星期 不是 就是一個月而已 現在是狠了一點 你受了傷嗎 為什麼他嘴會 不是啊我一直都 用得多嗎 那些用得多就是這樣 你管別人 不是啊 不是啊 他以前選那些 他自己紅出來的 他以前選那些唇膏 他自己紅出來的 你看他 即是沐浴的愛河真的很難受 怎樣 是很難受的 我收到一些風 說很多東西 都是有情侶的界別 我這麼大的兒子 都沒有正式穿過情侶裝 我也沒有 即是沐浴的 即是沐浴的 真的真的沒有 我也沒有 你也沒有 沒有這些 你人生是不是 初次開始有情侶的用品 什麼啊 扮樣 一樣的 一樣的 他有眼 我有眼 難道有情侶眼嗎 一對拖鞋而已 沒有其他 不是一樣的 情侶拖 不是一樣的 是一個牌子 差不多 是一個牌子 是完全一樣的 然後我們問 情侶鞋 是呀 現在我 不是的 是同一個牌子 因為剛才我回來 我心想 因為這陣子的小公主 我經常都覺得 應該是適心打扮 剛才那個拖鞋 我回來見到她 然後 你吃什麼 對呀 對呀 阿虎一程馬上踢爆她 是情侶拖 拖鞋也有情侶裝 不是吧 你認識什麼 這牌子的拖鞋 我其實穿了很久 其實你有什麼可以 你還可以接受到多少情侶裝 沒有的了 不要來 同一件T 可以嗎 一同一款 她可以的 我真的不行 她今天全黑 如果對方有這樣全黑 她就可以了 最近全香港都情侶T 如果情侶沒有被分開的話 對 但如果不是這樣 譬如 一件 有一隻公仔應該可以 對 做一條Elmo 但如果你說很簡單的牌子 我覺得她是可以的 公仔呢 如果公仔呢 我不喜歡她的 她本身自己也沒有 她本身自己也沒有 對 字的Print T 可能是任何一個字 Stupid 在胸口裡 你也Stupid 行不行 如果胸口橫 Stupid 一件 我不會 即是不會 我不會 可以有同一款 未必會一起穿 可以有同一款 但未必會一起穿 但如果你看到她穿 那天就不會穿 是甚麼意思 即是戰燈不想撞 你知道我穿來穿多幾件顏色 不如穿一次吧 我想我不會 出去逛逛 我肯定她會 我肯定我不會 我肯定她問話一次 她一定會 這樣說 我嘗試在這裡拿個中間位 我知道有一件事 一定可以發生 假如她跟你去旅行 去旅行的時候 你一起穿 譬如無故去曼谷 做一件艾心BK 一定穿 去旅行 沒人看到應該會好點 都不會 我不會 我不喜歡衣服 那如何 最明顯是情侶裝 很厲害 人家就是不想不明顯 你不行吧 我一向沒這種 terribly 即使你老公怎樣求求 老公也不會,我求求他不敢 假如,就假如 對了,Happy Birthday,我們報祝你 我們上個星期連Facebook post 都公祝你生日快樂 有嗎?有,上個星期的Facebook post 不是說笑,大家都是掛念你 這個掛念的組合 上次出現也在說三、四星期前 這樣就算是密了,很給大家面子 所以正直就是今個星期 香蕉有半隊人不是香港 是很有趣的,這麼巧 半隊香蕉不是香港 所以他們倆就舉手來幫忙 如果你珍惜這個幫忙的話 打電話來,今晚有Ami 又有塔羅小公主Selena 如果你有任何人想談 想問,想拿意見 打來1872966 或者1872977 無論你現在是在白App看 老闆們在網頁板 其他渠道,甚至乎是Facebook Live 你也可以打電話來 只要你想和我們聊天就可以了 無論你有任何事想慎 純粹想聊天 或者有些事想問我們 拿意見 大家聊一聊 例如有些感情的問題 婚姻的問題 工作、學業、家人 任何事,即是吵架、政見不同 今時今日還未收到一個政見不同 的組合是這樣的 我很想收到 我想收到以下這個政見組合 我覺得是很難的 就是深黃的家長 深藍的小朋友 有沒有機會呢? 我覺得這個機會很低 我想知道有沒有 很難的 深黃家長是很難出到深藍小朋友 除非深黃家長在香港大 生了小朋友之後抽不到 扔了給一個深藍的在上一代抽 這樣就有機會掉了 然後可能 不會 結果都會被人 不是,譬如 我亂說 如果我有個小朋友 之後我抽不到 我扔給我上一二代是一個深藍的 甚至乎他們不在香港 在大陸 如果十幾歲抽到下來 他就很難 如果這樣 我一定會自己抽到 不是說 假如 假如 我明白 陳佳莊又說一定不會 我一定不會被這些抽到 他說是有這樣的設定 真的,假如是這樣 因為很難 理得你會不會 很難香港會有這個組合是真的 是 深黃家長,深藍的小朋友 是比較難的 下一代沒有說小朋友 下一代 十幾歲 二十幾歲 三十幾歲 看看有沒有 我想都很難 這是其中的我假定 但你有什麼想談 想生的 想取得意見 現在打電話來 Rare在外面等著你 172966或者977 剛剛這樣 Selena在 如果你想問她 我想占卜 我知道Selena很準 因為上次打電話來的 在我們的Telegram也有出現的 有一位叫May的聽眾 都已經是三番四次 她應該前陣子有看過你 剛剛應該早一兩個星期 她什麼事都要先諮詢你 做什麼決定 有說的 不是 她不是說什麼都是 她是一些可能 卡得緊要感情 自己都完全行不到什麼判斷 就算有人給她 她 她都可能 基本上不知道 可以怎樣走的時候 就來找你 所以如果你們有什麼想問 Selena 塔羅小公主 幫你尖尖塔羅牌 打來了 1872966 和1872977 現在打來 不要等太久 Rare在外面等著你們的電話 很多事要說 很多事要說 第一就是 接下來十月二十號 即是接下來的 星期日 Sunday 就是已經改期 將會出現的香蕉聚會 就在尖沙咀 好 這個叫做 Just my luck 上次改期 原因是因為狀正 突然間出現了一個遊行 就在尖沙咀的外面開始 而且 你知道 那些地鐵 那些港鐵的華山就在尖沙咀 真是 幸好我說cancel 當天全天都在尖沙咀 是全天都在尖沙咀 那些人都不知道怎樣走 好 什麼叫做Just my luck呢 剛剛我今天下午又看到 星期日又又又 又是外面 我們是三點鐘開始吃 他就點半開始走 那怎麼辦 照走 沒辦法 照來 唯有這樣 如果大家來不了 就發聲 如果大家來到 就來 如果大家想來 還沒報名 就報名 報名方法 要不就WhatsApp 給我們 要不就直接打電話 給我們的同事 Fanny幫你報名 如果打給Fanny 就記住 辦公時間 即是朝九晚六 辦公時間 打22971998 22971998 或者WhatsApp過來 60858738 WhatsApp說明 我想參加星期日的活檔 多少人 60858738 我們會有專人聯絡你 另外我想說 我上星期已經說過我電話的事 我記得星期四的時候 我的電話出現了很嚴重的狀況 剛才我略略跟Mii和Selene說過 但我其實不斷有東西 總而言之 新科技本身和我是不友善的 而且是越大越不友善的 我的電話無端端 中而言之 星期四就死了 之後就搞來搞不定 拿去Apple Store洗機 洗完機回來再上載 星期四晚做完節目 回家上載 上載了十多小時以為搞定 一開電話 不是一般輕是嚴重輕 即是你開蘋果 你不是向上掃一掃 然後就開屏幕 你一向上掃到一半 它就停在那裡 很嚴重 是這樣 停在那裡 然後要等一會 它自己無端端關機再開 那又沒事了 然後你再開一半 停在那裡 就是這樣 然後搞來搞去搞不定 然後又拿去蘋果 立刻 它是關門 早了 因為這陣子 香港的事 蘋果就是那些良心企業 最重要是自己的員工安全 六點鐘就關門 銅鑼灣那間 我那天七點下去 蛤 神經病 那怎麼辦 然後打電話去蘋果的客戶服務 然後他教我怎樣做 然後跟他談了 第一次談了兩個半小時 然後再洗一次機 終於我進去洗一次機 再下載 又十幾個小時下載 又下載 差不多完成了 一開機又輕 又輕 完全是無價 只有一個人去到 你知道 人這樣會 譬如我這種情況 電話壞了你就會去到 覺得煩 然後嘗試去弄 然後中間會有 嘗試給自己有耐性 然後驚訝 如果像我這種情況 兩次都下載了 用了幾十個小時 都輕機的 你會生氣 我連生氣都跳過了 我立即去到沮喪 立時 立即跨過憤怒 就去了沮喪 然後再打給蘋果 蘋果那邊又再幫我 又說應該怎樣做 怎樣做 然後又搞了一段 終於 這部機又開始正常回 正常回到 但用不到 只可以按那個設定去洗機 再洗一次機 然後他說 因為我又打電話去的時候 大家如果知道 打電話現在的二線電話 通常接電生都不在香港 就算你打去叫Pizza 或者叫KFC 都不是香港 都是在大陸 聽到 我真的不是歧視 但我問了那個 蕭先生一個問題 聊了大概十分鐘的時候 我說你是香港人還是內地人 他說內地人 我說那好吧 那我就不要說這一句 但我自己開始調整 就是我不可以再說那麼多英文 你要明白 我不是說他們不懂 但我想大家都要共通明白 是on the same page 正所謂 大家每一步都是一樣 但你一說到iPhone 就有很多英文字 那你就盡量不要用 我真的不是歧視他 我不想他不告訴我 他不知道我說什麼 接著他猜我說什麼 這樣很麻煩 誰知道他也搞不定 他搞不定 跟我聊了幾個鐘頭電話 就彈了我去新加坡 新加坡比較高級 VIP 接著新加坡那個又幫我搞 都搞不定 接著他用新加坡的口音說 這個情況我都沒遇過 接著最終唯有幫我搞了一個 優先處理 叫我再下Apple Store 其實中間我下了一次 我下了一次 誰知道6點關門 我第二天又再下去 他說6點關門 他說6點關門 我轉成4點多鐘 飆的士進去 5點到門口 他把牌子拿出來刮刮 是真的 好了 經歷了這麼多事情 到今天我終於再下Apple Store 因為我昨天拿了一部舊機 然後拿去洗機 終於我將東西下載到舊機 但舊機大家碰到 你會有一部粉紅色的舊機 是你自己的 是我自己的 是應該很久之前 我又是跌了電話還是什麼 隨便買一部頂住 之後就出一部新的 這些擺明是SP 你明白嗎 對嗎 都爆了螢幕 SP就是這樣 SP你毫不憐 就是這樣撞它 對嗎 這是炮友機 我買了一部炮友機 拿去洗洗完之後 把舊機 因為我有back up 在iCloud 下載到舊機 又可以 但我沒有原裝用的 也要做的 今天終於下載到蘋果 等了一段時間 終於做到了 你真的沒得說 有時候的事情 做人很賤格 這個真的要讓香港市民知道 你之前經歷這麼多不好的事情 賣到位 只要對方態度好 你道戲就糟糕了 你就不會有什麼事 你不會說 本來我也不會容易發火 尤其是別人做事 但他那種態度好 就好得你 是呀 你馬上說 是呀 我也覺得是呀 不如我再重新說一次 你聽 我今天去到Apple Store 等了一段時間 他就安排了個位置讓我坐 然後我就等一個人走過來 終於有一個人走過來 他說Ban是嗎 我說是 之後他很詳盡地 開始告訴他 我將會這樣做 然後你又說一次幫我聽 新加坡那邊 已經發了一封電郵 詳細說 究竟你發生過什麼事 我想想想 這麼有趣 那就挺好玩 他看完後 其實好像也明白長進 不如我再說一次給你聽 我再說一次給他聽 我也覺得 這樣真的太誇張了 看看什麼 整個過程非常好態度 好笑容 聲音刻到好處 個人沒有臭味 這個很重要 因為很近 他全程跟你很近 他的樣子 我覺得有七成像台灣的遠驚天 帥哥 真是帥哥 說得見 我爆出來 大家自己下去找 哪個 尖嘴 他真的挺帥 他正面 六成幾七成次 側面八成次 真的挺帥 而且 你知道男人最重要是乾乾淨淨 他真的乾乾淨淨 男人最重要是說話不要拖泥帶水 曉得什麼時候開 什麼時候收 什麼時候停 大部分都不懂 大部分不行 他可以 我覺得很欣賞 也因為這樣 就算出現的不在女兒 我也覺得很強 我也覺得真的很強 這個東西 你怎樣都要給人 人家美國的公司 就是做到這些 那一套服務一流 最終 我又坐在那裡跟他交過幾個小時 最終他都說 他不要這樣說 這個情況也真是 不如這樣吧 Ben 為免你再出現一些麻煩的情況 我換一部新機給你 他最終唯有是這樣 我心想 我第一次下來 你這樣做 而且我真的不在乎 這部新機 坦白說 最重要是用到 最重要是用到 尤其是iPhone 每個都是一樣 你新和舊 對我來說有所謂 只是想要用到 而且你不是換一部新模特兒給我 你是我同一個模特兒 你換一部新機給我 然後你問了一些 你知不知道 當時他們有一個翻新機 對 我知道 你去換給你的那些 其實都是舊機 不過他就拿回原廠翻新 然後換給你 便宜一點嗎 原來現在不是 就這樣換給你 如果你的東西壞到不能再壞 他就換給你 現在不是 真的給一部新機 新模特兒是全新給你的 近幾年的模特兒 他說沒有的 他說你翻新比出部新的更貴 所以我們直接出部新給你 出部全新的 我覺得 好不一定 大家可以下去看看 是Jendry 有個叫遠京 我敢不說他的名字最好呢 我問了他的名字 我沒試過問男人的名字 說吧 他叫Sam 真的挺帥 而且真的 你要明白 我這麼讚賞他 就是 你知道Seaman 是有一個位置 一過了便變了虛偽 對嗎 他沒有過那個位置 非常好 你知道 親民過了某個位置 便變了粗皮 他又沒有過那個位置 哭到好處 這個男生 非常好 如果我少少有機 就傾向他死定 有沒有大結婚戒指 應該沒有 應該沒有 年輕人 我猜他20尾 我猜他20尾 3尾 最多 不一定 這些 我會叫我的同事 下去看一看 他待會下去看 我猜他應該不會沒有女兒 在香港 女兒而已 離得他 你要夠練才行 你又不是出生 他今天不代表他的女兒 一定可以 我就會叫我的單身同事 下去掌握 你要找到 Sam Sam 不是 描了哪個像 Sam 大約有16個Sam 不奇怪 但他真是真心 英俊 大方 我覺得這個男生 真的不可以 如果我們整個女兒 他帶這個男生回來 OK 沒話說 你本來是覺得很難 很難面對這件事 他真的像遠驚天 因為我本來不記得 遠驚天的名字 首先你要明白 你想想我一個男人 跟另一個男人相處了 一個多兩個小時 我會在搜尋 搜尋 那個人叫什麼名字 那個台灣明星 對 我去搜尋 是他 他叫遠驚天 我是好像那些叔叔 搜尋 搜尋 他叫什麼名字 總而言之 都是那句 為何我說要跟香港市民說 你們要小心 有一天 如果現在的極權 突然跟你說 其實我們也是壞的 不如大家 放個東西 你會突然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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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你這件事 一般香港人 起碼鋪了一半 但相信極權政府 不會這樣做 因為這樣做就不會叫做極權 第一 第二就是 就算有這樣的人 你也要小心 應該是不會的 除非你說你去到蘋果那裡 見過那些人 我覺得蘋果那些沒什麼所謂 那些沒有傷害性 好了 已經有朋友 打電話來 剛好說完新加坡 又有新加坡人打電話來 我想說 新加坡那個 我不是說有一個蘋果的接線生嗎 我跟他聊聊聊 我想問他可否發照片來看看 怎樣 他超好態度 又是因為態度 男還是女 這個 男 我問他拿了照片 你當我誰 當你八卦 我不是 但是 是女 你今天這麼慢 我沒想過 但真的 我有想過 立即跟他聊聊天 我知道他全名 因為他私下發了一封電話給我 表示他的難過 不好意思 他說幫了這麼久都幫不到用盡所有方法 又知道你的經歷是 因為我機器沒有跌沒有濕水沒有盡 他自己的感受 他覺得很難受 知而知之去 我覺得 他說的感受 不像是他對著稿說的感受 他們有稿 即是他自己打的 即是他自己來 我想認識一下這個女生 他這麼有心 聲音不錯 這個我不說名字 這個我記得的名字 我在想 是不是 然後我很少看到 同身科技住院的人 我居然想 我可能打個全名 再打個地方 再打個公司名 然後搜尋到一些東西 是 是 如果這幾天有空的話 糟糕 我一定會做這件事 他現在好像變了變態佬 那些 我現在變了 你上了年紀的男人 一直都是 不是 我現在變了 以前 你現在變了變態大叔 對 年輕的時候會隱藏這些性格 我現在是 我現在只是不具地推出來 有什麼所謂 毫無具識 嚇鬼 死了一輩子 不死大半輩子 打電話來 1872966 1872977 不行 我要休息一下 我要喝一口水 而且開始很熱 你感覺不到嗎? 很冷啊 我可以 不可以 我出去休息一下 不可以 我出去抹一抹汗 很汗 很汗 我不理你 很汗 你看到嗎? 我不理你 你還怎樣 休息一下 回來聽電話